歡迎收看台灣上前行 台灣上前行 我是孟希 國民黨的徵招之亂 現在被形容說 簡直是用看暴賊的方式來陰的 現在挺郭派的支持者 情緒高漲 真的很難咽下這一口氣 那麼郭董本人呢 他在去了日本散心好幾天之後 昨天晚上回來了 不過傳出呢 這一趟回來是準備要來啟動 所謂的感恩之旅 要去一一的拜訪地方的投人 這到底是感恩之旅 還是醞釀再起呢 因為有消息指出 洪友宜連續打了三通電話 可是郭董都沒有接 很有可能是把他給封鎖了 好 那麼侯友宜在受到徵招之後 恐怕是得意忘形 第一個禮拜就失言 為了要稱讚 為了要稱讚謝龍介 居然說台南人沒有選他當市長 是MOMAKJU 就這一句話真的被罵翻了 後來侯友宜緊急道歉 而侯友宜才剛剛起跑 就開了地圖炮 得罪了台南人 同時還要嚴防柯文哲來搶票 柯文哲說他有機會就會去見郭董喔 而且近來我們看到的狀況是 賴清德跟侯友宜不斷的隔空交鋒 柯文哲在旁邊看起來快要被邊緣化 不過他酸溜溜的說 藍綠要小心 因為他的突圍能力非常強 好 這是真的 真的是這樣嗎 我們等一下一起來討論 我們趕快來介紹今天的來賓 首先第一位 我們邀請到的是資深媒體人林玉慧 孟淺好 大家好 接著邀請到的是民進黨立法委員蘇巧慧 孟淺好 大家午安 左手邊歡迎到的是台聯黨黨主席劉憶德 孟淺好 大家好 接下來歡迎到的是國民黨新北新議員 同時也是國民黨文傳會副主委陳偉傑 孟淺好 各位觀眾午安 接著邀請到的是國民黨立法委員陳玉珍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最後邀請到的是資深媒體人余玉玉 孟淺好 大家好 好 民進先來看到的是郭董出國散心回來了 傳出接下來要展開一連串的感恩之旅 要去拜會地方投人 我們趕快一起來關心 帶著回家去渡假嗎 小兒子有孫子 這三天玩得快樂嗎 爭取國民黨總統提名失利的郭台銘 帶著家人出國散心後 禮拜天返台心情看起來很不錯 但面對選舉的紛擾 5204好像要避開世事大會 有這件事情嗎 會不會他想要展開一些感恩之旅 會服選侯友誼嗎 投鍋配最強的一個組合 有機會打扮民進打扮 記者不管怎麼追問郭台銘不願多說 還一度找太太曾馨穎當救兵 會不會對郭董覺得委屈啊 謝謝 謝謝 有沒有考慮跟郭董一起進行感恩之旅 到時候再看 謝謝 我還不知道他的計畫 傳出郭台銘將複製四年前的感恩之旅 要到全台感謝當初幫助過他的人 也被外界視為整合藍軍的關鍵力量 但就這麼剛好出鏡時 巧遇挺郭立委林思敏 那你怎麼這麼巧遇啊 我飛不得鄉親回來啊 對對對 他可能以為我來接你的 郭台銘沒出現 正常內幕連環報從黨內規則不清楚 到民調沒起來被黨主義朱立倫說 是因為到中南部見牛鬼蛇神造成 浪層開罵郭台銘身邊聚集一堆蠢人的好友 聯電創辦人曹星成 很心疼 個人我們還是朋友 我想他在低估的這個政治的複雜性 然後很早說 低估的政治的複雜性是這樣嗎 郭台銘二度角逐總統提名勢力 下一步怎麼走牽動國民黨2024選舉成敗 好上個禮拜對郭董來說一定是不好過 這個心情就像是洗三溫暖一樣 因為傳出他一度以為朱立倫要徵招的人就是他 結果沒想到說最要發現打開那個名單是侯友宜 好那麼昨天呢 郭董從日本散心完已經回到台灣了 好這個部分我先來請教一下 跟郭董比較密切聯繫的裕真委員 郭董去日本散心三四天之後回來台灣 心情現在感覺比較好 委員 我沒有跟郭董事長聯絡 不過我知道 這幾天都沒有聯繫 沒有對 不過我知道就是說當然他就在就是經過這一段日子 就是5月17號那一天大概發布以後 然後大概需要幾天的這個沉澱 我們大家是這樣勸說沉澱一下 然後想看看打算怎麼做 然後當然他很有高度的發表了一篇這個 或者會全力支持我們侯市長嘛 然後下架民進黨 那就是說現在去日本回來以後 我想他應該已經有一些想法了 嗯 好那麼有一些想法有沒有包含 因為現在媒體傳出郭董沉澱之後 要來舉辦的是所謂的感恩之旅 要一一拜會藍營的地方投人 接下來的這個行程這個裕真委員 剛好有到三港來安排啊 我沒有負責安排 不過我知道就是說他一定會有一些 這些就是對於當初支持他的人 尤其我們在5月16號那一天的時候 大家都還聚在一起啊 嗯 禮拜二嘛 禮拜二那一天大家都還聚在一起 本來要開記者會的嘛 對沒有 對本來要開記者會 但是後來取消 因為那時候認為是已經會贏了嘛 然後後來就中午聚在一起吃飯 然後吃飯的時候他有特別感謝大家 在大家這個很 大家就外面那時候認為自己會贏嘛 外面都在謠傳說 我們認為謠傳啊 謠傳說會徵召這個侯友宜的那個時候 他很感謝大家都還在 那個時候很堅定的支持他 嗯 然後那當然有 應該就是回來也會 對這些支持者會做相關的 感謝的意思 對 比較確定的 等一下再請玉珍委員繼續補充 我請教一下巧會委員 因為剛才就委員的說法 5月16號當天挺郭派的都是以為說應該就是郭董啊啦 所以不要刺激到侯友宜的陣營才沒有舉辦相關的記者會 結果沒有想到禮拜三答案揭曉這個名單打開是厚友宜 所以現在挺郭派的人怎麼醃的下這口氣呢 那接下來的所謂的感恩之旅會不會是這種另類的造勢啊 現在大家有很多的聯想耶 我想如果玉珍姐 玉珍委員没有办法知道更多内幕的话 那站在外围的我们 更没有办法知道郭董的心情是如何 不过从刚刚影片 看到他从日本所谓散心回来的样子 那个表情样貌和受访的姿态 绝对心没有散 绝对还是是很忧郁的样子 跟这个数日之前 我们看到他在这个大型造势晚会上 在几万人面前这种气势磅礴的样子 其实是差距甚远 所以你说他这个心结有没有打开 是不是真的能够放下 我想大家看他的表情样态 大家都读得出来他的屋顺 那可是这个让我们想到 这真的是真心幻觉情 或者是爱我的人伤我最深 可能就是应该是他现在的状态 那我们在旁边看的话 我们是会觉得其实客观来讲 因为玉珍姐我在立法院的时候 也跟他互动很多 我们其实常常就事论事 就事论事来讲的话 我觉得这其实最大的问题 是在于国民党 或者说任何一场比赛 甚至不是只是政治的初选而已 任何一场比赛 如果你的游戏规则不够明确 你从头到尾去参加比赛 却不知道比赛规则 而且这个规则还可以一变再变的话 那最后的输赢当然没有人会服气 更何况在本件当中的话 看起来是朱立伦朱主席很会卖啊 不管是侯友宜侯市长 还是郭台铭郭董事长 两边都觉得自己好像就是那个会属役的人 被属役的人 都是那个会赢的人 甚至还为了不刺激对方 能够把这种所谓的庆功造势等等 最后都撤下来 我觉得这样子来说的话 不但是规则不明 甚至是裁判的不公平性 在这里也展现无疑 所以今天到这里来讲的话 其实难怪于坊间 大家会觉得这不是我们说的 是包括你看是CG上面有邱毅也好 张亚中也好 都是自己国民党的支持者 他们会说其实这样子的结果 不是只有打击到这个 刚刚我说的裁判不公平的朱立伦而已 甚至是连郭台铭董事长自己的人设 他所谓的雄才大略一世英明等等 都毁了 为什么毁了 因为现在大家会觉得 其实他就是很容易被诈骗集团 骗的老先生而已 你看他连续几天就被骗了几次 两届总统大选都被骗了 这个最大的局 最大最需要精明干练的状况下 结果反而都被骗了 那这样如果是将来 他还有办法领导一个国家吗 在这个状况来讲 我觉得对郭台铭郭董事长 既不公平也很伤啊 因为这四年去骗两本 你说郭董的面子要往哪摆 玉慧姐因为我们这边看到的是 朱立伦真的不知道是怎么去跟人说的 说得让郭董感觉 被征召了就是自己 那这一口气接下来 就算郭董验得下去 他旁边的人也不知道 有没有要原谅朱立伦 所以现在有不具名的 这个国民党的区域立委跟媒体这样说 他说郭董因为前几天 就是选择去日本嘛 避不见面 那又缺席重要的造势活动 他讲的造势活动 就是520的那一场嘛 那说不免让人担心 历史会不会再度重演 其实历史不远啦 就四年前 郭董也是因为后来 就是输给韩国瑜之后 那当时哪敢不出国 那出国回来 好像就马上宣布退党了 所以四年前的事情 现在会不会再度重演啊 我是真的不知道 国民党为什么这一局 这个从侯友宜在去年年底 11月26号的时候 他的民调如日中天 然后就迟迟不提名侯友宜 如果真的朱立伦心里面 心有所属的话 那是侯友宜的话 为什么迟迟不提名他 然后一再地去戏弄这个郭台铭 我真的是不懂 把这一盘局 对于国民党来讲搞成这样 这个真的是正常人 不会做这样子的选择 但是因为刚才 这个郁珍委员也在现场 郁珍委员也证实了一件事情 就是的确是在15号 5月15号跟5月16号的时候 那包括郭台铭董事长 还有郭台铭董事长身边的 像郁珍委员 你们认为是会胜选的 而且国民党是会提的 会提名郭台铭的 所以不愿意去刺激侯友宜 因此而取消了非常多的活动 那现在问题就来了 那我们其实在这个 这段时间的讨论过程当中 我们都知道国民党对于初选 我们曾经质问过很多的 这个国民党的代表很多次 到底你的初选办法是什么 你说的这个有没有民调 民调是做内参滚动式 是怎么做 怎么去进行的 有大概怎么样一个模式 是不是可以来跟我们讲 结果直到了5月17号 那个可以说现场开牌 我们才知道说除了民调以外 竟然还有征询立法委员 竟然也有征询所谓县市长 我不知道郁珍委员 你有没有被征询到 有 有 参选人应该也有 参选人如果有参选人 好那但是为什么 这个郭台铭董事长 在最后包括5月15号 以及5月16号的时候 会那么的相信朱立伦 因为朱立伦过去的 这个框片的例子 我这样讲 那包括说对于 曾经说这个 如果换柱了以后 就要提王金平院长 那一次好像也是 这个失言的 然后在这整个的过程当中 为什么会这么相信朱立伦 而且朱立伦 对于郭台铭来讲 一言九鼎 我相信郭董事长 绝对是见过世面的 为什么独独会这么相信朱立伦 到底朱立伦是有什么样的 这个承诺 那我在黄光琴 我看到黄光琴的 这个讲法当中 他在他的爆料当中 他有提到几个重点 他特别讲到朱立伦的部分 他说朱立伦说 如果现在提名 侯如果上来的话 我就是朱立伦 什么都没有 是不是真的有讲这句话 那是不是用这样子一句话 去诱骗郭董事长 第二个是说 他说如果郭台铭 要参选的话 你可以去劝退侯友宜 有没有这样子讲过 我觉得这些都是 现在我们事后看起来 我觉得这是很大的一个关键 然后第二个是 到底谁说谎 因为现在有非常多 这个我不是说 郭董事长说谎 我说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说法 包括黄建廷 几次的握着这个 郭董事长的手 然后要郭董事长一起进行祷告 那因此而要郭董事长放弃 包括在这一段时间 在脸书上面 或者是进行 他的这个意见的一个表达 有没有 那我觉得这些都是外界 我们在看待 这是国民党的这个家内事务 如果这个郭台铭董事长 现在还认为他是国民党 或者是国民党人 还把他当成是国民党的人的话 那这些到底有没有朱立伦 黄建廷有没有在说谎 这些都是事后让我们在检验 以国民党这样子的一个政党来讲 那我们是不是能够相信他们 那对于郭董事长也好 对于台湾选民的承诺也好 是不是未来我们还能够 对于这样子的一位主席 跟这样子的一个秘书长 我们还能够相信他所做的承诺 当然郭董怎么想 这必须要问郭台铭本人才知道 不过玉珍委员 就这段时间 当然委员也是帮郭董约了好几次餐序 找了很多立委来吃饭 那你会不会觉得 做这些都没拆工 是不是打从一开始朱立伦 就是要选择侯友宜了 这个我倒真也不这样想 我觉得我也有看那个光琴姐的 那个相关的这个说法 那因为我也知道 蛮大一部分的 所以他说的很大一部分 我知道的都相符 就是他说的一些话 就是包括黄建廷 因为他刚才又再爆料一次 是黄建廷这个利用信仰的部分 我倒也不会说秘书长是利用信仰 他是真心的可能 他真心的可能希望他的身心灵 希望郭董身心可以比较一个 教徒通常都比较善良 他们会希望真心的帮你祈祷 帮你祷告 让你的身心灵比较平稳 所以我倒也不会觉得黄建廷想要骗这个郭董市长 因为黄冰市长跟郭董市长事实上是蛮熟悉的 近前还要找他做顾总统 所以是 这个也拒绝电话了 那个是 这一段我就也不知道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黄冰市长的一些我知道的部分是一样的 所以说前面的确是说在 我知道的部分 前面的确是在几月份的时候 说让他先不要做动作 然后后来到后来这个 后面这个5月15 16 5月15 16号就礼拜一礼拜二 礼拜一礼拜二那一段 董事长有去跟主席有见面这一段 做货席上去聊天什么讨论 聊了四五个小时 四个小时多 的确我收到的讯息也是这样子 然后给他看民调 给他讲什么 所以我觉得这时候会是沟通上有什么问题 就是说一个 或者是那一天还没有完全跟他先排 所以他可能 这有点像 我后来想说 有没有像是那种男女朋友要分手这样子 你要跟他分手 但是你又 可能第一天又不是很说得很明确 说你很好 我觉得你真的很棒 各方面都很好 我也好喜欢你 但是 发好人卡 那就是对 可能就是这样子讲 然后但是没有明确说 我后天要嫁给别人 就是可能是 就是可能第一天没有讲得非常清楚 大概还是 是我配不上你 对 对 类似可能会这样子 有没有像是那种情境 然后因为你的 友人啊 什么家人又要出来 开记者会啊 有些要出来连署啊 开记者会 然后怕说太刺激啊 弄得太刺激就说 啊你那个隔天就先按来啊 先那个 然后到第二天 就是礼拜二那天才先排 所以礼拜二晚上我们都知道 那个也有写胜选宣言 不 这样子 时间是这样子 礼拜一晚上是六点 见到十点多嘛 那是有见面的 那我自所猜测的 我说可能那时候 因为礼拜二郭总还是很有信心 也是觉得是自己这样子 就表示礼拜一可能没有直接先排 我猜可能是这样 就是我觉得有时候 就我举例那种像男女朋友分手 我就讲不大信 我就像乔惠说 我怎么发好人卡 怎样说你很好 怎么各方面怎样怎样 然后可能没有直接跟他说 就不是礼 我就是不是要 我后天就是要嫁别人 可能没有这样讲 然后第二天的时候 因为郭总早上还很有信心 就跟我们说 就跟我讲 我就是直接跟我讲说 取消这个记者会 说赢啦赢 就是不要 赢赢不赢赢了 就是他就这样讲 然后说我们会赢嘛 然后就 因为我说那些议长全部都上来 因为我们不是礼拜 礼拜天就联络了 很多要上来开记者会 很多人啊 屏东啊什么 一路东部都 南部的都起来 就是在天城饭店那一场 对对对 本来要开 十一点要开嘛 那我是九点四十五接到电话 所以我是十点上下 他在议长前面跟记者说 这个就取消了 然后天城饭店跟大家说 那那时候就说 那我说人都上来怎么办呢 就不好意思 大家都已经上来 我说那就去吃饭 就大家聚餐 后来就聚餐了嘛 聚餐 在这个餐序中 就是郭总是很 很的确说 他有八成的那个会被那个 然后他实际上说了很多东西 其实可以再说一点 他说他他实际上有说 就是我们有一些想法 比如说中国有一些鹰派的人认为说 如果是赖清德当这个当选总统 那就是希望鹰派事实上希望 中国的鹰派事实上希望 那个赖清德当选总统 因为这样的话 他们比较可以肆无忌惮的去做一些动作 就下手了 这样子 然后讲说他帮萧美琴就是 在美国有一段时间就是 好像要见一些贸易上的人 但见不到 但是我们那边 助美代表助有请他帮忙 他也有帮忙 就是他有帮忙做这些贸易事 因为他可以 他的人败的关系 所以帮忙国内做一些贸易的事情 他有讲这些东西 然后又讲说 讲说因为我在金门嘛 说金门宣言跟我讨论那个金门宣言 还问我读了几次 看了几次 我说大概三次 然后讲说金门宣言 两岸和平宣言嘛 然后讲说那时候 他说同一个时候 这个王毅跟这个苏立文在这个维也纳 事实上我后来回去查 的确是也在讨论两岸的事情 台湾的事情 他讲了很多这样的东西 然后跟大家讲说 这一场就是 就是 就是 有八成 没有他没有说吻 他说八成 八成也是很高 所以说会赢嘛 然后下去大家就要怎么样 一起团结来做什么事 和平啊繁荣 就是他的主轴大概就那几 和平嘛繁荣啊 怎么拼经济 然后各地要怎么样来帮忙 这样子 就大概就这样讲 而且心情还蛮好的啦 就是说这样 然后接着说他写谁 那个圣权的那个感言这样子 真的有写了是不是 有真的 因为他跟我们讲 然后我们后来想说 那他现在让说十二点多一点 我说让董事长专心写这个东西 我们就离开 可是那时候在外面已经媒体都是在报说是 好有疑 真的 就是前一天上就有了啦 你们是不是也觉得有点不对劲 对不对 没有我们 因为报道说蛮多人劝他 那他都还不相信 但是他就说 他说 因为 我也因为外面的媒体也是有跟我们这样讲 那因为董事长他是说 他跟他说 他那天还说 那下午再跟 就晚一点再跟朱立伦朱子齐讲一讲 大概就可以 整个就确定了嘛 就他就是这样讲 所以我们也 其实你们没有注意看 谢典伦出来有接受访问 他说我们都相信会征召 是是 会征召播动 的确是啊 他后来为什么又再去见朱立伦 没有他们本来其实有约 我觉得他们本来就有约 因为他当天就说下午再跟朱立伦 就晚一点再跟朱立伦谈一谈就 就确定了 还有另外一个时间点就是 到底有没有说到说 什么时候要做那个民调 这一段我不知道 因为这段是黄光琴说的嘛 他说的是5月20号之后 20号开始之后 对 可是我事实上 对对他 这是黄光琴说的 事实上我有问我们秘书长 我还特别问他 问你们到底有没有说 他是说没有 一个是说有 光琴姐说 可是我觉得光琴姐实在 应该算蛮可惜 因为光琴姐事实上 光琴的消息 光琴讲的一定也是从 郭董听来的吧 一定有人敢说的嘛 我跟你讲 光琴绝对就是一手 他就是 他就应该是郭董告诉他 他就是跟郭董都是直接联络的 他知道的内幕一定比较多了 他很早就开始 好来刚才就郁真委员的说法 郭董真的在5月16号中途12点外 就已经在准备胜选感言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这样子嘛 牛鬼蛇神是谁说的 你这个不是被发好人卡 他不是好心发你好人卡 他是为了怕小三 或前女友来婚礼闹场 所以先跟你说了一个谎话 我还是爱你的 但是事实上我已经第二天就是要婚礼了 只是让你混住而已 对对对 我也觉得是要暗来 暗来你的家属都要闹 我们很激动 就是这个等一下想要请教郁真委员的 是谁说牛鬼蛇神 我听到的啦 我听到不一定是准的 因为我不是直接听郭董说的 我是听大家认为 他们说的 因为这个也不是 我也不是看电视的 我是在之前就有一个人 某一个人告诉我说 反正他就告诉我这件事情 说什么牛鬼蛇神这件事情 但是我那时候没有把特别摘这几个字 就说 谁叫你下乡去找那些牛鬼蛇神 民调才拉不起来 因为媒体一直讲牛鬼蛇神 这几个字后 我才想到前几天是他们是有告诉我这样子 好 来这一段再让玉珍委员 等一下再想一下 没吧 他就有啦 的确有人 我要实在讲的确有人告诉我这样子的 因为他讲了一段后面礼拜二 那是礼拜二 礼拜晚上的过程给我知道 就光琴爆料之前就有人告诉你 对对 我本来对 我不会自动 我也不是听光中杰讲的 所以确实 媒体人黄光琴讲的 跟玉珍委员这边听到的 其实是可以相通的 是相符的 来 我这边请我们这个挺侯派的委屈议员来补充 今天挺郭派挺侯派 都坐在这里 就玉珍委员的说法 郭董已经胜信跟胜选感言 都已经准备得下 那你看现在国民党完成这样 难怪人家郭董这个心情很难平复嘛 我们来看到这个是T台的新闻啦 他们说这个传出中常会后 侯友宜12个小时连打了三通电话 想要跟郭董来取得联系 但是通通都没人接啦 郭董都拒接 甚至还传出这个消息 只有郭台铭把侯友宜朱立伦 黄建廷三个人都封锁了 来 韦杰议员这边啊 现在沟通管道都被切断了 当然我认为 就是说当然郭董他 当然这阵子我觉得他当然心情上 或许还是会有 不管他当时有没有很有信心 但我想再怎么有信心 最后人选不是他 我想这不管是任何人 一定心理上都会有 难免会有一些 不管是失落或是说有一些抱怨 那我觉得这种情绪是难免的 那我想这也是目前党中央或者是侯友宜市长 他目前最主要的一个课题 就是说如何让这个郭台铭董事长 这边的一个证明 可以了解说到底现在的状况是什么 但我认为站在党中央的部分 也还是要把这中间的误会把它解释清楚 到底为什么会让郭董误认为说可能会是他 那就后来征召了侯友宜市长 那我认为党中央这部分也应该要把这样的一个来龙去脉 或是说当然我想隔天在时教那天 也有把这个我们的一个参佐 不管是民调数据 综合各方或者是这些立委 或是县市首长的一些支持的一个人数的一个状态 有做了一个说明 但只是说这样的一个说明 到底能不能说服郭董事长的一个阵营 我觉得这是目前不管是侯友宜市长的阵营 或者是说这个党中央都必须要去面临的一个课题 我想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传闻出来 甚至说可能这传闻也是真的 那我觉得那居然是真的 那我觉得党中央就有必要去把它做一个米评 我想侯友宜市长因为他现在也被征召了 他作为一个候选也必须要去把这件事情给米评 因为很重要 我觉得郭董事长从他也发了脸书 也说他会全力支持侯友宜市长 我认为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 就是说我们希望2024大家要政党轮替 那只是说在这过程当中 大家所造成的一些误解误会 应该要怎么样来一个沟通协调 让大家可以团结一起 我觉得这是目前最重要的 大家需要去努力来做一个调整的 那也希望大家还是最后可以 汇整成一股力量 好好来为2024的一个重返执政 来做一个准备 不过最重要的是 现在电话都可以用封锁 而且郭董起到天涵宫是三个人都封锁 就是朱立伦 黄建廷 侯友宜 卡来都不来接 来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继续来讨论